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和花莲县政府台东县政府共同主办的环花东国际自行车大赛 4月17号18号一年两天要在花莲台东举行 今年是第21届了 这个赛事包括了竞赛挑战逍遥游三合一的系列 不畏疫情有将近2000位车友及上圈位的后勤补给人员 在这两天要一起来同有台湾最美的路线 第21届环花东国际自行车大赛在这个周末假期将在花莲台东两地来举行 选手们都提前来到花莲向大会办理报道手续 也因为这项活动历史悠久具有国际知名度 更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一样吸引来自国内外超过2000位的选手参加 这两年外国的参加者报名比较少 不过纵使比较少今年还是有14个国家的参与 14个国家的参与 那我们当然期待就是在未来 黄花东的这个赛会呢 它还是一个国际的赛会 然后包括全民的挑战的 逍遥游的都可以来花莲这个好山好水 然后来这边去感受一下台湾的美 然后台湾东岸的这个人情味 还有台湾东岸的这个美美的这个长长的公路 因为这也是一场台湾唯一的一场两天长距离的全民性的一个活动赛会 所以也特别吸引全国各地的车友们来到花莲 花莲县长徐中卫也特别欢迎远道而来的车友还有亲友团 希望大家在骑程时可以沿途欣赏花东两线美丽的纵谷还有海岸 现在全民封体育尤其是体育 又是能够让活力更强 让我们的无论是健保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财源能够更好 所以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跟大家一起来合作 我们也希望让游自行车让台湾发光 让80发光 让我们的选手都能够在最漂亮最干净的东海岸 能成就与成就 2021环花东国际自行车赛共分为两站 17号上午破小时分由花莲出发 沿台11线海岸公路到台东距离有130公里 18号第二天从台东出发 沿花东重谷街玉长公路经台11海岸公路回到花莲 距离长178公里 主办单位表示随着花东赛每年举办两条比赛路线 就是希望可以让车手体验台湾最美的自行车路线 借着我们盛花莲市报道